美国警方公布孙安佐持有的枪械弹药 美联社娱乐频道综合报道 美国警方在底英孙彭夫妇18岁独子孙安佐位在宾州住处搜出一把9毫米手枪和超过1600发子弹等大批军火 其中还包括各式各样部枪弹 线弹 手枪子弹 犹如小型军火库 孙安佐小小年纪轻松买枪构子弹 都是受到美国宪法 第二修正案明文保障人民有配枪权利 孙安佐私藏大量的弹药被搜出美联社 根据美国联邦法规定年满21岁才可以买手枪 不过孙安佐目前居住的宾州以及今年2月府发生校园枪击案的佛罗里达州 对购买枪弹的年龄规定较为宽松 只需年满18岁就能合法买枪买子弹 最夸张的是只要身上有台币6000元左右就能买下入门板枪之 此外履居美国的外国人若想买枪只要有合法居留证明或是有美国任意周受留执照也能买枪自保 敌因孙彭夫妇目前正在美国营救18岁独子孙安佐翻设字脸书